最强命理师争夺战 战局在昨天开始出现变化 隐藏在参赛者中的强者开始斩到头角 而最终有16人顺利晋级 而其中在场边屡屡有精辟解释的命理专家 异化更以黑马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 是怎么离世的 林头这种植物 是林头树下上吊的 然后那个地方就开始变得很隐藏 在闹鬼 所以就变得玩一个 就是蛮有名的故事 然而这群命理师 他们今天将面对更残酷的挑战 而这一场高手与高串对决 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中元杰的抢呼 意思指的是下列何者 爱丽丝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一般都会掉掉陷阱的圈 把装厂是用下列何种物质来制造瓶子 没选项就来 对或错 最强命理师PK赛即将展开 十万元倒数两天 比赛迈进到第四天 今天要进行的是一对一抢达PK赛 晋级的十六位高手 共分成八组 先下场者可抽签或指定对手 最终将选出八强 进入明天总决赛 首先上场的挑战者 是有八年资历的紫围老师向荣 前三天比赛 他的成绩都十分优异 然而面对今天的PK赛 他是否仍能有高水准的表现呢 而他所抽中的对手 则是拥有七年资历的塔罗牌老师Dina 而这一场由东西方命理师 所揭开的殊死战 谁能拿下最后的胜利呢 请注意 请注意以下画面 图为大英博物馆 古代埃及展当中 在死者之书内 其中的一个部分 由于他长相十分可爱 在展出时掀起蜂巢 请问 根据现在画面中所看到的 在死者之书里是什么角色 一 奴隶 二 外国人 三 神 四 精神病患者 向荣老师 一 奴隶 奴隶 对活错 三 神 神 为什么认为他是神 我记得有一些图腾里面是只有眼睛 所以刚才那个他只有一双眼睛 选择神 对活错 恭喜 一 比零啊 请准备 地理五诀 是风水学中 具有极高权威的经典 它汲取先贤精华 及各家之大成 将繁复的理论 化繁为简 总化出五大元素 请问 下列何者不是地理五诀 一 龙 二 虎 三 水 四 杀 杀 向荣老师 杀 杀 四 杀 对活错 我想应该是三 水 为什么 在地理里面好像就是会用龙啊 虎来形容一些地势 那水的话 它本来就是水好像就没有特别什么形容 应该是第二个虎 为什么 因为在地理五诀里面 它是指龙像沙水 然后还有一个是 穴 穴 龙 龙像沙水 像是什么 像 像就是立像 立像 方向的像 方向的像 对 那龙代表什么 龙 龙就代表来龙 龙代表的是山脉的走势 山脉的走势 穴就是埋穴位的穴 穴就是山跟山连结在一起 也就是每个连结在一起 而且那个点那叫穴 那水呢就是水的走势 那沙就是土质地质 哦 对 所以虎没有 没有虎 他选择水 对或错 正确解答是 二虎 那地理五诀是运用在哪里呢 老师 是看一般来讲是看我们所谓的形式上的风水 我们称为是鸾头穴 因为地理分 礼器跟鸾头 鸾头就是形式 我们看一个房屋外在的形式 就是用这个地理五诀在看的 嗯 然后包括阴宅也是 下面一题 请准备 请出题 请问 招穿皮奥 五穿沙 抱着火炉吃西瓜 这是在形容 下列哪个地方 一 赤道附近地区 二 南北回归县附近地区 三 中纬度内陆地区 四 两级附近地区 来 第2 3 中纬度内陆地区 对或错 谢谢 一般这个地方应该是属于 那个什么 比较像沙漠那一位的 二比零啊 二比零 来 向荣参赛感言 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 然后 我不免要打一下 我是向荣紫薇的 占星的创办人 那紫薇斗树 会让你认识自己 那认识自己 才能顺着天赋做事 你的个性做人 谢谢 好 谢谢你参赛 来 丁娜来握个手一下 跟向荣老师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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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面 有时候会觉得 其实就没了 所以我觉得 第一个上去 那个心情 那个心脏都快跳出来 可是我觉得 就是不管 我就是要 赢 就是要打就对了 那打就有机会 可以 获得胜出嘛 所以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紧接着上场的参赛者 是大家印象十分深刻的 钟思宇老师 而拥有多项专业认证的他 在第三天 更是以首轮的姿态紧起 表现可说十分抢眼 最近还有人在观落音吗 呃 其实太原城比较多 因为那个鬼月还没到吗 你看到的里面是什么 呃 看到哪 哪个部分 就是看到的 比如说看到宠物来了 或者看到人 思念的亲人 那背景是 因为呃 我最主要是 还是以观元城为主啦 好 那呃 观落音他是下阴草地府 嗯 好 那元城宫的位置 跟那个观落音的位置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他其实是在 呃 我们到家来讲的话 其实是我们的心窝处 下三寸的地方 那呃 我们心理学来讲的话 其实跟潜意识 我们的意向投射 比较有一点关系 那如果说用玄学的来讲 他是接近天堂的位置 所以我们呃 是往上走的 像我早期有一段时间 我是在纽约那边 就是学到 有外国人懂吗 呃 他们也有 他们也有意向学的心理 他们是比较归类在心理科学里面 嗯 对 那等于说你你最近运势可能不好 那你到你的内心的房子的呃 呃 钱财就是我们厨房的地方去看 那那个地方如果有问题 那呼应到现在的 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也会等同有那个地方有问题出状况 你结婚了没 呃 我结婚有小孩了 小孩子好喜欢你哦 这样会影响你的婚姻啊 就是有时候会不会半夜出来听 不然下床听词 对啊 哈哈哈哈 会不会 呃 我老公熬过来了 因为我每次呼他 是会的对不对 哦 因为呃 我是出车祸哦 然后就是左半边瘫痪 然后照旧的 所以那一段确实有一个磨合期 可是呃 就是我呼他的时候 他还是照样睡他的 所以 嗯 对 哇 当你老公年也真的蛮辛苦 对 但是也很幸福啦 很多事情就毕掉不用了 对对对 而且他根本不敢在外面怎么样 你都知道 都看不到 哈哈哈 这很辛苦就是 他也很体谅包容我 对对对 奇怪的现象 是 好 那你今天是要抽吗 还是你要指定一个人 还是要关一下 我抽好了 抽比较公平 好 大卫 周思宇的对手 是卡罗牌专家大卫老师 在第二天比赛中 可是已满分近期的高手 而这一场实力相当的对决 谁能在比赛中 压倒对方呢 请出底 成语 趋之若鹜 比喻很多人 争着赶过去 请问 成语趋之若鹜中 形容人们 像什么动物一样 成群的去凑热闹 一 鸭子 二 老鹰 三 麻雀 四 乌鸦 好 周思宇 麻雀 麻雀 对活错 大卫 鸭子 鸭子 对后座 你本来是想选麻雀 对不对 那为什么讲麻雀 你是点头的呢 机会来了 我觉得他反应还蛮快 他想选麻雀 等等 成语是我最弱的一环 对 你先帮他抢掉 你讲麻雀他就 就 对了 我又抬起来 一比零 请准备 请准备 准备 请问 关于台湾地理位置的叙述 下列何者错误 一 琉球群岛西南方 二 太平洋西方 三 柏柳群岛东北方 四 菲律宾北方 大卫 是 菲律宾北方 对活错 周思宇 柏柳群岛东北方 那是柏吧 对柏柳群岛 柏柳群岛东北方 北方是错误的 对或错 太平洋西方是对的啦 牛球倒在上面 它是水水 西南 没错 因为菲律宾北方 他也选掉了嘛 一 比一 请准备 请出题 请注意 以下回某位名人的面向 请问 请问 画面中的人 是以下列哪像才能而闻名 一 武术 二 音乐 大卫 武术 武术 李小龙 对我错 所以你觉得他是谁 李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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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是 可是跟他儿子也蛮 跟他儿子也是长这样的 嗯 对 李小龙的 超帅的 所以 钟思宇不知道对不对 对 以下 你回去关若 一个 先问问他 认识一下 是 二比一 大卫 来 恭喜你哦 钟思宇 参赛感云 呃 因为我小孩子真的非常喜欢金头脑这个节目 那我其实陪他看过几集啦 那我真的觉得这个节目真的很深 就是呃 知识面向真的是很广很广 那我今天来到现场自己也亲身体验了 那很高兴在这个地方长遇认识了很多前辈们 然后还有让我自己也训练一下胆量 对 那我希望有机会 下次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 还能够再来 谢谢 谢谢钟思宇 大卫来 那我过个手一下 来 谢谢钟思宇 欢迎送一下 紧接着下一组对战组合 可说是同领域的对决 由塔罗牌老师Kip 对上易经塔罗牌老师陈希 而这场知识的较劲 谁会胜出呢 请出题 请记忆以下经典电影海报的细节 并猜出这是哪部电影 请问 这是哪部电影 1 1 阿波罗13号 2 断背山 3 阿甘正传 3 Rung Rung Morris Rung 阿甘正传 对或错 对 对 那Fore Forest Forest 对 他就是坐在那个椅子上 对 那个皮箱就他拿了 嗯 Tom Hanks 有看过吗 K 有有有 不是阿K 我那时候年纪很小 不是现在年纪小 他会重播啊 这部戏没看过啊 还没有看过 要看 很好看 对 真是经典 得过很多奖 我常常以前以前的阿甘精神 阿甘精神 人家都不知道什么叫阿甘精神 看完之后就要像他 来